而花蓮高农百年校庆运动大会也是十分有创意的 700多位学生他们各自精心打扮发挥巧思 展现了班级特色还有青春活力来进场 也呈现了花农学子多元的学习成果还有教育理念 以全人教育多元学习为精英理念的国立花蓮高农 10日举行百年校庆运动大会 全校1、2、3年级700多人各自展现班级及科系特色 冲一中半进场 导师们也粉末登场与学生同乐表现活力和热情 因为高三就是最后一年的运动会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创业进场 所以就是放开丢掉所有偶像包袱 然后尽量这样玩 我们班同学都比较害羞 所以在五脸男这个角色设定 就是我们的脸会藏在面具底下 在面具底下我们比较好展现舞蹈的肢体动作 也会比较放松的去跳 因为我们看得到别人但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脸 所以会比较冲聋 然后我们准备这个衣服也是花了大概一个礼拜多 再去做制作 然后从制作到舞蹈练习 然后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然后从有些人从不会跳到会跳 然后大家互相这样子彼此这样教学 那种气氛是蛮温暖的 我觉得他们很棒 虽然说因为我们班比较害羞 然后所以藏在这个面具之下 我觉得他们比较可以绽放自己 然后今天有这样的呈现 然后也很完整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刚开始我们同学 本来是要有其他他们像那个迪士尼的主题曲的装判这样子 但到最后我们突然有人提出女装这个主题 然后好像也没有办过 然后也刚好是最后一年了 然后想说不要就疯狂一点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这次主题就穿女装这样子 然后我们身上的装扮大多都是同学提供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男生就是穿女装 女生就穿篮球衣这样配短裤这样 其实现在的小孩子观念都很多元 那在性别平等议题方面 我们觉得说都会很尊重孩子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是来搞一个反串 男生穿女装 然后女生穿男装 然后让他们可以站在对方不同的立场 来设想不同的角色 有什么不同的心情 我觉得这在教育上是给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月发想 然后我们其实这些孩子的衣服都是用借的 因为他们只有一年级 所以他们就自己去找衣服 然后自己做风箱 然后自己排练 排练那些活动还有队型 今年的是我们花农的百年校庆 那我们的校训就是校替力田 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是森林人 然后我们以我们森林科为傲 森林科最有名的就是养风 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呼应我们学校的校训 不怕苦不怕热做中学 然后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精神拿出来 其实穿着风衣是非常的热 然后但是孩子们他们愿意 因为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森林科精神 从应景的圣诞装扮 无恋男 男女服装互换 以及象征学校校灰精神的捕风人 还有像是花农男族 也在进场的时候自备球门 出了一角漂亮的进球表演 留下去为回忆 也呈现花农学子 温馨活力创新的学校愿景 记得讲芒眼黄联士报导